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9日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記得先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以及按一下小鐘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直播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朋友 戴琦在5月5日講過一番話 慢著,戴琦是誰 先介紹一下她 戴琦是美國的貿易代表 她在美洲理事會上的會議發言時說 結束疫情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包括令疫苗更廣泛可用 並且解決全球獲取疫苗的不平等現象 所以看到一個標題 如果要結束疫情 要令疫苗在全球廣泛應用 小弟覺得這絕對是肺腑之言 其實早在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 世衛組織已經講過同樣一番話 戴琦說這番話 其實可以說是遲了足足一年 所以世衛組織也提出了一個叫COVAX的疫苗普及公平分配計劃 這個其實已經運作了很久 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在一個快速增長的疫情中 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要有人安全 其實一定要每個人都安全 就是每個人都安全 就是令到有人可以在疫情底下安全 最重要的一個做法 可以說是一個先決條件 另外一方面 其實小弟說戴琦說的這番話是肺腑之言 也是另一個意思 因為他真的用肺來講話 是的 他正在講的是肺話 其實也令小弟想到 戴琦本身是華裔的美國人 即是他本身是一個中國人 小弟想起 在雁子春秋中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雁子說 骨身懷南則為骨 身於懷北則為子 其實就是說 小弟很喜歡吃的一個水果 最喜歡吃的水果就是金 如果在淮水的南岸就是金 很甜、很好吃、很多汁 但是如果將骨移植到淮水的北邊 只要過了一條肝 就變成紫 就變成不能吃 又酸又不能吃 就是說 同樣一個物種 因為環境下而產生變異 在植物如是 在人也如是 我們中國人去到美國 在美國的土壤 變成怎樣呢 竟然可以公開講一番廢話 然後樣子是非常認真的 其實第一 為什麼它是廢話呢 這番話其實世衛組織已經講過了 一年前已經講過 而且有計劃去做一件事 去做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到底現在疫苗在全球沒有辦法廣泛應用 是誰做出來的 其實小弟如果我們看一看資料 就可以看到 其實始作俑者根本就是美國 而且這個做法 可以說是所有歐美白人先進國家 全部都在做 他竟然說到好像不關自己事 反而呼籲國際間要令疫苗廣泛應用 所以小弟真的覺得他所說的全部都是廢話 我們可以看一看 其實現在因為印度疫情大爆發 才令這個問題浮上桌面 但其實 一早在去年 2020年11月份 已經是說 現在因為知識產權 因為這個 轉來的問題 是令疫苗過分貴 很多大眾貧苦國家用不了 其實這番說話 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國家 包括印度當時也提出來 而另一個說出來的就是南非 咦?南非不是有錢嗎? 可能相對於主流的白人國家 南非也不是最有錢的一班 所以 他們代表了很多 包括另外幾個發展中國國家 都向世衛組織 就是要求撤銷疫苗的知識產權的保護 就是說不用給專利費用可以去生產 因為這個疫苗對全球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貨物 所以要求他們這樣做 不是今時今日才說 包括美國說 對歐美媒體來說是特別輕鄉 所以大家是真相報道 但當時印度和南非這樣說法 很快就沒有人記得這件事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另一方面 包括美國帶猴 是享受過度儲存 囤積這些疫苗 所以其實在這裡說到 當印度爆發疫情之後 為什麼現在印度這麼多人對美國 他們的盟友反感呢? 就是因為 美國在美國優先的大前提下 是大量囤積疫苗和囤積生產疫苗的原材料 甚至是限制原材料的出口 在這裡寫得很清楚 直到現在真是被 而且我們看到不僅是美國這樣做法 如果我們看回其他報道 可以看到所有有錢的國家 都是在大量囤積疫苗 他們根本是用不完 但是就是為了想讓自己感覺安全一些 是大量囤積疫苗 其實小弟之前也有片和大家分享過一件事 例如好像歐盟已經訂了16億的疫苗 雖然歐盟的人口只有3億多 不夠4億 就是說他們訂的疫苗數目 是他們總人口的4倍 就算每一種疫苗只打兩針 他們也是儲存多了一倍 英國也是兩億多的疫苗 但是他自己只有五千多萬人口 也是和歐盟差不多 加拿大更誇張 訂了接近兩億的疫苗 但是他自己只有三千多萬人口 是他人口數量的六倍有多 所以大家的有錢人全部在囤積 怕死囤積的時候 我們窮的國家 怎麼會有機會可以公平分配疫苗呢 所以現在美國說到這件事好像是別人做錯 與他無關的事 所以大家應該走出來做這件事 我覺得他真的廢話得來 有些瘋狂 為什麼華人到美國會變成這樣呢 也是因為在印度的輿論大反彈的情況下 美國終於都要迫著 放寬他們限制疫苗的原材料出口 要運原材料到印度 其實除了限制出口 不論是針劑和原材料之外 另外一個為什麼限制出全球的疫苗普及呢 就是因為美元霸權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美國其實是很喜歡 經濟制裁一些和他政見不相同的國家 包括伊朗 所以其實伊朗如果要在國際上買疫苗 因為他不能用美金 所以他要得美國特別批准才可以買疫苗 其實如果是這樣 有部份的國家 根本連買疫苗的門都被人關閉了 其實怎樣普及疫苗呢 所以其實美國的貿易代表 說一句這樣的說話 到底他說出來是為了全球好 還是在說一些幸災樂禍的說話 還是在說廢話 真的是這個小弟說了自己的意見 留給大家去批評一下 到底他這個說法是怎樣 其實小弟之前一直都說 其實疫苗這件事真的要快 疫情的控制真的要快 因為越是疫情發展得久 我們越不知道病毒會怎樣變種 其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美國有專家 就是為了回到印度照顧他的家人 在印度染了新冠肺炎過身 其實在印度爆發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這當然不是什麼新聞 但是為什麼說是新聞 因為他接齊了兩針輝瑞的疫苗 接齊了疫苗之後去到印度 真的有抗體 仍然感染疫情去世 一件事很重要 我們其實一直都說 疫苗其實並不是說注射了 天下無敵 病毒進不來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疫苗可以幫我們 減低身體裡面的病毒含量 因為有抗體關係 可以令到嚴重的病徵 沒辦法出現 以及減低對其他人的感染能力 所以如果這個專家接種了輝瑞疫苗 也是過了新的話 就是說輝瑞疫苗對付嚴重的病徵 是沒有百分百的保護 但是其實我們的科興和過藥疫苗 已經證實了對嚴重病徵有百分百的保護 這是研究員已經研究出來了 所以其實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不是說哪一種疫苗不行 另外有錄影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但是現在我們質疑就是 會不會病毒變種得太久 太多人感染了 它混合得太緊要 變種得太久 已經開始出現了 有些病毒已經毒到 或者是令到疫苗對他們的抵禦降低了 其實這個機會大有可能 甚至在印度已經有一班科學家 聯合上來去研究 也在印度中發現的零零星星的疫苗變種 其中這班科學家 已經在他們論壇上說到 說他們在印度某些樣品中 發現一些輕微的變種 是這些變種有可能避開 現在疫苗在身體中建立了的免疫反應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出來的抗體 對這些有小變種的病毒 可能是沒有或者是低了防禦的作用 這是現在印度的科學家 在他們國內大爆發的時候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當然這個結論是一個初步的結論 他們的科學家代表也說 除非我們真的可以去培養這些疫苗 然後在實驗室內真的跟他們測試 因為現在他們用數據去分析 如果還沒測試之前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肯定 而且另外一件事 可以說暫時來說也算是一個好消息 就是這些變種病毒 雖然傳播速率會快 世衛組織也是這麼說的 但是還未將這些有小變種的病毒 加入被關注的菌株系列 小弟也和大家分享過 世衛有十個菌株是密切關注的 其實現在這一群暫時沒有即將說會大規模爆發 但是如果有些注重疫苗的人 都沒有辦法抗議到這一群病毒 其實這一群病毒會大爆發的機會實在太大了 所以如果現在都不馬上加快去 令到疫苗普及 大致上先將疫情控制下來 其實當這些有變種 而可以避開人身體免疫反應的病毒 大量地傳染的話 大量地傳播的話 其實到其是甚至有疫苗也未必有用 所以現在真的可以說 人類要和時間鬥快 而我們還看到這麼多國與國 只是很自私自利 想搞定自己 無視世衛所說 所傳揚的一個消息 就是當所有人都在安全之前 其實沒有人是安全的 他們現在仍然如此自私自利 令到小弟非常不看好 慶幸的是 終於在全球輿論大爆發之後 當然去年已經有人提出 但是沒有人理會 全球在輿論大爆發之後 美國終於跪下了 為什麼沒有報章說美國跪下 真的很奇怪 我們看到當香港有什麼政策 因為輿論而改變的時候 就說政府跪下 但是美國政府不是跪下 不明白 這些偏頗的報道 就是看到不想再看了 拜登終於支持新冠疫苗知識產權豁免 世衛稱這是疫苗非常時期入面 一個不老的時刻 但是美國雖然支持 但是疫苗製造商 以及很多 甚至美國自己是共和黨的議員 因為他們跟藥廠的關係 都是反對這個決定 到底可不可以真的支持 疫苗豁免知識產權 真的要看看他們最後爭論如何 但是其實現在甚至藥廠 都發出了很多很奇怪的言論 國與國之間 都沒有一個共識 當然最重要是一群有錢的國家 因為這直接跟他們的利益有關 甚至有些藥廠 甚至說如果豁免了專利的話 可能會導致大量假疫苗出現 神經病 有專利才會有假 沒有專利每個人都能用 為什麼要做假疫苗 其實這根本是違背邏輯 但是竟然違背邏輯的話 可以有人說出來之後 會想到媒體的頭條 真的可以看到媒體今時今日 會不會真的看那件事 到底是真還是假 還是他們全部都是用自己的立場去做判斷 其實現在美國終於在眾人 呼喊聲鐘 確罵聲鐘 跪下 但是其實如果是一個真真正正有國際責任的國家 其實一開始他已經會這樣做 是 小弟說的是誰 當然是說的是我們祖國中國 其實早在 早在去年當我們開始研發疫苗的時候 正在做測試的時候 其實 我們的政府已經向國際社會宣佈了 中國的疫苗將會是一個全球的公共貨物 就是說我們不會為我們的疫苗 在上面加上任何的專利費用 也不會是用來賺錢 我們會用成本價 可以足夠支付我們的成本 就已經將這個價錢拿出去 在國際市面上發售 這個是去年在研發疫苗的時候 已經給下的承諾 而事實上我們有沒有做到 絕對有 甚至是捐了很多給第三世界的國家 讓他們都可以分享接種疫苗 可以為他們的人民去建立 尤其是一些前線的醫護人員 最有需要的人民 是去建立他們所需要的免疫能力 一個真是有國際責任的國家 不需要等到有輿論出來 他也會自行去做這件事 所以今時今日 歐美才是有國際責任的國家 為了全世界人類好 還是中國才有國際責任 而是為了全世界人類好 相信明眼的人都會看得出中間兩者的分別 好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既然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一定要點讚、留言和把它再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